猎王纪上第十九章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喜别 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的降伐于我 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 到了犹大的别十八 将仆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腾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 耶和华 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就躺在罗腾树下 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拍他 说 起来吃吧 他观看 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喝了 仍然躺下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 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 仗着这饮食的力 走了四十昼夜 到了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住在洞中 耶和华的话 临到他说 以利亚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 我为耶和华万君之神 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耶和华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 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裂风大作 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他说 以利亚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 我为耶和华万君之神 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耶和华对他说 你回去 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到了那里 就要高哈靴 做亚兰王 又高宁氏的孙子耶和 做以色列王 并高亚伯米和拉人 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 做先知皆续你 将来躲避哈靴之刀的 必被耶和所杀 躲避耶和之刀的 必被以利沙所杀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于是 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 遇见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耕地 在他前头 有十二对牛 自己赶着第十二对 以利亚到他那里去 将自己的外衣 搭在他身上 以利沙就离开牛 跑到以利亚那里 说 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 然后我便跟随你 以利亚对他说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 宰了一对牛 用套牛的器具 煮肉给民吃 随后就起身 跟随以利亚 服侍他 我估计